中风案例 两手无力 眼神有点患散 讲话就语无伦次 那我本来想在地上就开始做急救 因为张医师讲的人还有意识 然后如果是眼歪口鞋 那就是属于中风 那我想中风就从头部原始点开始 我就从耳部的原始点开始先按 耳部原始点按完就要按整部 整骨的地方 整骨按完之后 又按上背部开始骂人了 会讲话了 就说痛 张医师有时候会很痛就有救 那个时候心里就稳定多了 然后上背部其实也没怎么按 因为他非常的痛 那按完头部之后 他已经可以自己站起来了 我们只要在旁边照护着 不让他摔跤 他可以自己慢慢走 可是看得出左脚抬不动 左手完全没力像断掉一样 然后嘴巴就是一边流口水 眼神换上 因为他会撞到我们 所以我可以断定他看不清楚 然后把他扶到床铺上 躺在电热躺上 一放下去 马上睡早了 那个睡法根本 不醒人是整个打憨 叫也叫不行 我就说好吧 就让他睡吧 其实整个流程 整个时间很短 短短大概 一分多钟两分钟不到吧 他在倒下的第三天 就自己走路去洗头发 第二天早上就自己会起床 那整个流程大概就是这样子 整个流程大概就是这样子 这一边是动动 这一边是动动 那我只能跟你讲 你口报很大 这样接下来后遗症 就会慢慢的 不然这样慢慢的 按 就慢慢用苗蒜 你不会有事 好 可以跳舞 走路很正常哦 各位大家好 谢谢大家 好 各位 嗯 事情发生的过程 就是这样 就刚刚影片上说的 我感谢所有 赋予我第二次生命 谢谢